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出道十周年,从少年偶像到全能艺人,背后的故事与成就。 王一博出道十年,岁月如梭,在这段时间里,他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少年偶像,成长为如今广受欢迎的全能艺人,涵盖多种领域,追逐梦想的脚步从未停歇。 无论是在音乐、影视还是舞蹈上,王一博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令无数粉丝为之激动。 在2014年,王一博作为男团UNIQ的成员正式出道,这个偶像团体的诞生为王一博开启了他的明星之路。 随着每一张专辑的发行和每一次巡演的成功,王一博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粉丝基础,尤其是在年轻人中。 他的才华和成长,不仅令粉丝们欣喜,也让外界对他的认可逐渐增多。 王一博不仅在音乐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近年来更是积极向影视圈发展。 他在热门剧集《陈情令》中饰演的《魏无限》,令他一夜成名,收获了大量的奖项和赞誉。 该剧为中国古装剧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让王一博在年轻一代中赢得了家喻。 更重要的是,角色的成功不仅提升了他的知名度,还让他在演艺圈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除了音乐和影视,王一博还是一个热爱舞蹈的全能艺人,他在综艺节目如《天天向上》中展现出的舞技,时常令观众为之倾倒。 舞台上,他的每一个动作都透露出与生俱来的魅力,无论是冷酷的脸庞还是灵动的舞姿,都让人觉得他似乎注定要在这个圈子里发光发热。 舞台上的他,仿佛与灵魂相连,点燃了观众心中的激情。 在这十年的历程中,王一博展现了强大的适应力与努力。 他不仅增加了作品的多样性,还积极参与各种慈善活动和公益节目,努力回馈社会,传递正能量。 在生活中,王一博的低调与谦逊赢得了众多赞誉,让人看到了他真实的一面。 可以说,王一博的成功绝非偶然。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娱乐圈中,能够保持自我,坚定不移地追求梦想的艺人少之又少。 他在职业生涯中克服了种种困难,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回顾过去的十年,王一博在每个阶段都留下了闪耀的印记, 而未来的他又将如何继续书写下一个精彩篇章。 也许,我们只需要静静地期待,他将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无论如何,王一博已经在无数人的心中升华为一个偶像,一个榜样。 此刻,站在十周年的节点上,他的每一次出发都将激励新一代年轻人勇敢追梦, 敢于拼搏,让爱与热情伴随他们的成长之路。 可能下一个强大的他,就在我们的视线之中,默默准备着更精彩的表现。 这一刻,王一博证明了自己。 王一博最近又摊上侍儿了。 网上瞎传他和那谁生孩子,这侍儿纯属子虚乌有。 一博的粉丝团可坐不住了,纷纷站出来维护自家偶像, 这波操作真是让一博的知名度又上了一层楼。 那些黑粉丝也是闲得慌,天天想着法儿黑一博,真是让人头疼。 在一档叫探索心境的节目里,一博可是展现了硬汉本色。 刚进雨林,就被马黄咬了三口,虽然他怕虫子, 但还是勇敢地帮队友解决了麻烦。 这段英勇的画面,都在腾讯视频上直播了, 大家可以去看看一博的英勇瞬间。 探索心境一共十二集,带我们领略了雨林、雪山、戈壁的美景, 让我们跟随一博和探险家们感受大自然的魅力。 一博这个人啊,爱赚米,爱享受生活,但就是不爱惹事儿。 在纪录片里,一博完全是素颜出镜,一点而偶像包袱都没有, 真是real真实。 这次一博参加的冒险综艺,可谓是收获满满。 这种挑战性的项目,没几个明星敢尝试, 难怪他最近的话题度这么高。 在探索心境里,一博的表现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啥都敢尝试,滑翔,攀岩,徒步雪山,潜水,样样都不落下。 看着他这么拼,观众也跟着热血沸腾。 一博不仅身体力行,精神上更是自由不羁,勇往直前, 这就是所谓的敢为人先吧。 娱乐爆料,王一博,杨幂,白鹿鹿虎,为大勋章若云。 一白鹿和鹿虎的友谊,真的很羡慕他们的友情, 从彼此积极无名到现在陪伴彼此站在自己领域的顶峰之上。 这样的陪伴是彼此一路走来最珍贵的宝藏吧。 二亿亿星光闪耀 许许华生时尚文化大赏红毯争奇斗艳, 杨幂美被夺眼球,还得是杨幂呀,又又又美出圈了。 状态也很好,主要还是人美,怎么拍都好看, 张小斐黑色霸气登场,金尘礼一同一惊艳现身。 三许许华生那场座位图来了,张若云为大勋坐一起, 场外拍照在一起,上台在一起, 那场还坐一起说悄悄话,这么多年的默契吗? 四王一博到底有种涌到什么程度? 之前了解一博的人都知道王一博,怕黑,怕虫, 怕鬼,但这次探索新境王一博战胜了怕虫,战胜了高海拔, 这次伸手不见五指的洞穴他也完成了挑战他说怕黑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没有安全感。 他自控力强大到做什么事都让人觉得可靠, 好有种意难的。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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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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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见。